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手里 你考虑得怎么样 后天二十三号就要走了 你得给我个答复 上来呀 你跟我句实话 我是不是非走不可 昨天晚上我跟你谈过了 你现在在江南的处境很危险 邵宇 秋风 还有邦明 张荣他们都这么认为 再说上次会议上 不是具体把特委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重要苏区吗 你是特委负责人 你得第一个过去领导那儿的工作呀 那好吧 我同意后天二十三号走 不过 我要声明一下 我留在江南 不是为了贪图享受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你吗 就是啊 你怎么能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呢 有你们夫妇这句公道话 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少伟啊 我后天就走了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我得到金安旅馆 跟阿诚打个招呼 这个你不会反对吧 难道我这点要求过分吗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你们的负责人吗 你看他办吧 我还是你们的负责人吗 你看他办吧 你会的负责人吗 你快要去把我帮帮帮我帮忙 你快要帮忙 我没有帮忙 你帮忙 我还能帮忙 我需要你帮忙 我需要帮忙 今天晚上她来和我道别以后 那我跟她以后 是不是再也见不到面了 那个江西 是越离开很远 江西离上海 是很远 她先去 你不很快也要去了吗 怎么能说再也见不到面了呢 我是怕她到了那里以后 就把我给忘了 她对你那么好 怎么会把你给忘了呢 不会的 你是在安慰我 那她到了江南以后 我还不是把她老婆给忘了吗 那她还不是因为跟你好上了 她现在那么喜欢你 你们俩呀 是一日不见 有隔三秋 周玉姐 看你把话说的 你俩真是那样吗 你俩不是那样啊 你看你现在一颗心 都飞到她那儿去了吧 快跟我说实话 想早点见到她了是不是 周玉姐 你因为想害死她吧 你把矛头指向我了呀 不是啊 我是不是正经的 你快告诉我嘛 那我告诉你啊 说不想啊 那是假话 啊 那就是想了 哎 阿珍啊 今天组织商业来跟你说过了 她呀 过来看你应该叫走 你可千万别把她留在咱这儿过夜 听见了吗 嗯 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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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莫非就是 组合力领悟的男人 阿珍 我想你 我也是宝贝 我也是宝贝 你俩赶紧进屋去吧 我在这儿给你们守着 好好好 谢谢啊 走 你后天是不是就要离开商业了 是的 我先走一步 刷牌到时候会安排你过去的 那 你去江西哪里能告诉我吗 这个你就不要打听了 到时候有人来接你 你总是这样 我们在一起这么些年了 我知道这次你不说 你的处境很危险 阿珍 我的处境没你想的那么危险 啊 不说这些了 阿珍啊 给你分开这几天 想死我了 我也是 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 他们看清楚了吗 他们说确实看清了 他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 好 这么说我们洒的鱼而起作用 马上回去 有什么情况 立即向我来报告 是 小先生 那条大鱼是不是上钩了 哦 是不是那条大鱼 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吗 那你的意思 咱们现在还不能动手 对 现在绝不能动手 那 千万别错失良机啊 这个徐科长放心吧 咱们就算是抓了 也要等他们离开靖安旅舍之后再抓 我明白了 即使在外面抓错了 也不会打草惊涉 徐科长应命 小先生 天生就是干特工的料 过假啊 那我现在 就去撒网去了 好 对了 徐科长 王守立 说话带虎背口音 左手的无名指断了半截 嘴里有金牙 说话带虎背口音 左手的无名指断了半截 嘴里有颗金牙 没错 我记住了 你这么一走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 你不要这样吧 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啊 哎 要不然你今天别走了 在这儿陪陪我好不好 好不好嘛 哎 我答应小白的 我得回去啊 不就一晚上吗 出不了什么事的 你陪陪我吗 嗯 那好 我今晚不走了 我好好陪你 好不好 哎 好 好 嗯 我就是 我今晚不走了 我今天早上走了 你别走 对 好 我今天早上走 对 我说了 你有什么话 我 przeci 少白 手力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是啊 我到现在还不回来 看来他是失言了 一定在阿珍那儿过夜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他不是答应你 不在阿珍那儿过夜吗 老同志了 他去了不回来 我不能从被窝里 把他偷出来了 那你想想办法 那能怎么办呀 他已经去了 我是说啊 你当时 你就不该同意他去 我不同意 那会儿你都看见了 他都冲我发红了 我没 不能一点人情味也不假 你这个人情味 讲得好 他在阿珍那儿过夜 一点都不信守自己的诺言 他领导囤职呢 好了 不早了 你先去睡吧 我再等他一会儿 也许他回来了呢 不了 我在这儿陪你 我好 我已被拒绝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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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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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去小姐 那天你上我看眼界了 你说我这样去见陈晓默 他能认出我来吗 不好说 那他要认不出来我怎么办 你没张嘴啊 对 看我笨的 好 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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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阿正 阿正 快让你先生走吧 好了 没事的 我先走 电话 我先走了 那你又出来快去 阿正 阿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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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于大强 做事业的 我看你既不叫于大强 也不是做事业的 你不说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你叫王树里 强大强 负责人 你还想抵来 很好 看来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下面你如是回答 你们的人现在在哪 还有你现在住在哪 统统将去来 我们把他押到了军补房 蓝浦生审讯了他 他承认自己是王树里 好 下去吧 我去跟他一起 我去跟他一起 我去找他 你对我来带的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你怎么去 找他 这算是 这算是 邻子 他都回答了 你怎么可能 我该一起 发票 怎么办 我 感谢观看 她是怕在上带酒落 让共党发现 明白了 捷回啊 在 我们兵分两路 我去徐府房引渡王守力 你去基安领社 抓这两个女人 是 我现在就去 小莫啊 叶长兄 这么早就到我这了 有什么案子要找我办吗 今天啊 找你可没有什么案子上的事 就是过来啊 找你聊聊天 最近你那边有什么新闻吗 今天徐府房里边 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说说 一早上起来 松山路徐府房 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 就押到我们中央徐府房来了 这个家伙啊 五十多岁 一双手只有九个手指头 金牙齿 马香倒是埋好了 但是啊 就是一点骨气都没有 还没做上电影 他什么都着 还没做上电影 就全部着供了 是啊 这家伙是谁啊 这个 我倒不是很清楚 你也知道 平时我是不参加审理案子 今天呢 正好谈帮办 请假回老家了 而这个家伙呢 说话又不太清楚 所以都察长就让我去听听 你有客人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早点就行 一会儿我妹妹过来 我们一起吃饭 我请你吃大餐 到晚上我们一到看电影 啥您有能陈大少这么有福气啊 没事有女朋友陪着 吃吃饭看看电影 偶尔还去跳个舞 可我不行啊 南京方便要派人过来 把那个人也都过不去 我实在是走 下次吧 再见 那我就不留你了 好 好 再见 您是 敏仪 你 现在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你 你躲在什么地方了 我和我的同志在一起 我和我的同志在一起 只要你安全就好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快 这边走 来 肖默 我今天过来找你 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志 是什么东西 很急 这是新的 我说 你根本来 不可以 这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 many志愿 九个手指有金牙 倒没什么穀企 没做电影就全招工了 还没做电影就全部招供了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他没跟我说 红北人 九个手指 还有金牙 这个人是不是你让我为了辩护那个人 不是这个人 小莫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那我收送你 带走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大姐 昨天晚上那个大哥一定陪你睡得很香啊 今天晚上让谁陪你睡啊 原来是你告的蜜 告蜜 告什么蜜 你俩是共党 谁是共党 共党 你们应该又抓不着 带哥 走 好 放开 放开 小莫 就这样吧 谢谢你 你开车回去吧 好 那你那件事情我答应你了 好 我等你消息 嗯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你 再见小莫 再见 不 看 哎 不 那 我 得 呢 我 会不会是王舍利 对 没错 五十多岁有金牙 九个手指 湖北人 就是他 特别林老林 没有谁在这九个指头有金牙 我看绝地就是他 你们两个待在家里 你哪也不要过去 我就想差不多是汇报一下 明依 今天多亏你去任陈晓梦那里 要不然投票 谁也不知道王舍利被捕叛变的消息 王舍利跟老板住在一起 你说老板会不会有危险呢 现在谁也说不准 王舍利呀 你要早一点看到老板那里呀 王舍利 你是共党主义负责人 这我们知道 你现在告诉我 你邵白住在哪儿 邵宇秋风平文明 他们三个住在哪儿 邵宇秋风平文明住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吧 你是他们的负责人 他们住在哪儿 你不知道 他们三人住在什么地方 都是李邵白亲手安排的 包括我住在什么地方 也是李邵白安排的 那你告诉我 李邵白住在哪儿 李邵白住在哪儿 他 他 他他他他和和我住在一起 他和你住在一起 那你和他住在哪儿 那你和他住在哪儿 我 我和他住在小沙渡路上的 一个浴所里 小沙渡路上的一个浴所里 王少林 你现在就带我们 到小沙渡路上的一个浴所去 叫我 白 黄鼠 considered 现在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好 老板 王菲 怎么样 我手里一大 他被巡国王抓走了 据说已经统统招供了 老板 你和少奶奶赶紧搬家 再晚的话会有危险的 王菲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逃逃的 可靠吗 可靠 你不是让汤明去找陈小默出面 你让他为政大卫辩护吗 他今天去了 正好遇到陈小默一个同学 他这个同学正好在 虚母王当反应 是他亲口说的 他说今天 虚母王一早抓到共产党一个大头目 湖北人 有金亚 九个证目 你说他不是王首领 他是谁 大人 特别为了 他不是王国王 他未来的 他不能说 他不想请 对上 你并非好像是袖子 在这枝 investments 好 浩菲 你马上返回小沙洞 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 你让王菲回小沙洞 是不是想让她看看 王守立是不是叛变了 你叛得对了 如果王守立叛变了 敌人一定会让她带路 到小沙洞来抓我们 咱们连续搬了好几次架 一次比一次危险 都是这个小医民闹的 啊 他是 我们不整理 不准带着 让我勇 TL 我因为 THEY 都得尽量 那我打算 我看到是 就是按照一会 啥公众 他不是上次都不敢回来吗 是因为他上一次没有很伤害 这一次小一鸣 一定是很伤害了 你想想啊 如果不是小一鸣回来了 敌人怎么可能找到金安律师 找到阿珍呢 对 小一鸣 一定是通过找到阿珍 才抓到王手利的 那 又是谁找到阿珍的呢 这个范围就广了 我想小一鸣 十有八九 是通过和阿珍 有密切接触的人 才找到阿珍的 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我们不除掉小一鸣 我们再将来 就没有安慰的日子过了 我应该让阿珍 这一鸣 你怎么会 我来的 我们就要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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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的 把他们开张 是 王胜利果真判断了 是 王胜利果真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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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又转移了 是吗 他们肯定是转移的 而且是刚刚转移不久的 到底是谁遭漏了风声呢 把那个擦屁鞋的给我抓过来 抓 装打活的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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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王手里确实是叛变了 确定无疑了 好在王手里只知道我住的地址 是和阿震的地址 莫菲 喂 你真没觉得 萧一铭回江湾了 完全有这个可能 萧一铭 回到江湾来了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用最短的时间 查出萧一铭的江湾的住址 特别什么事情决定 要除掉他 我们知道 请赞 你 你 就 我 你 就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路上一定要小心 今天可是太悬了 再把一步 我们就被王首帝出卖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真不该答应他出去 城中士同志的夫人 终于一定凶多吉少 你不要太自责了 你不是常说吗 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 对 大浪淘沙 剩下的才是金子 盼徒是下不到真正的 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你要老实交代 你丈夫和他的同志 都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是从农村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农村来的 就什么也不知道 看来你是不老实 不愿意跟我合作 不过我刚才 别以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你丈夫叫程中士 江南特为委员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 还问我做什么 当然了 你丈夫和他的同志 都藏在什么地方了 你应该知道不 我刚才说过了 我是从农村来的 我不知道我丈夫和他的同志 都藏在什么地方了 哎呀 看来你是真的不老实 真不想跟我们合作 周玉啊 你就不要隐瞒了 他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你就把你所知道的 都讲出来 他们会放过你的 这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我对他们讲什么 当然是你知道的 都讲出来呀 我才从农村过来不久 这你是知道的 你觉得我都知道些什么 你跟我说 周玉啊 我可是为你好啊 我可是为你好啊 你 你不讲你要吃亏的 好啊 你不讲可以 不过 刚刚你的负责人已经说过 你不想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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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啊 来 晨晨 你说王妃会不会出事啊 知道老板他们安全转移了没有 这 这 你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老板他们安全转移了吗 老板跟大家已经安全转移了 他要我告诉张罗 让他把王首帝被捕叛变的消息 通知到天外没人 所以你才回来晚了 对啊 你们怎么样 我们没事 就是敏仪为你担心死了 你看我这儿不挺好的 你担心什么 人家担心你 你就说这样的话 好了 说正事吧 来 坐吧 老板交代给我一个任务 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 查到萧衣明将来住什么地方 萧衣明在哪儿 是的 萧衣明在将来 这是老板根据王首帝 被捕叛变分析得到的 除了萧衣明 没有人能够找到 王首帝的萧老婆陈秀珍 那特别的意图是 特别的意图很明确 一定要除掉这个盘子 好 请坐 请坐 萧衣明 平静里 暗流在涌动 团积奔流 谁被谁淹没 任你百般刁难 任你千般变幻 总有路途艰险 总有诱惑背叛 不拒得灵魂绝不轻言其内 任你百般刁难 任你千般变幻 总有路途艰险 总有诱惑背叛 我只为阳光下自由的梦 笑颜 成我初见 容不下些许背叛 寂静的夜色里 四顾的寒风中 撕碎潜伏的违背 浪花 把雾里淘尽 看见那金色的梦香 拎进那夕阳里 无边的云霄中 会看见我那坚强的脸庞 因为我同时你一定会 学习的露中 以因为我来试见还是 学习的露中 我男的大人 我亲爱的露中 在大人的露中 同时你来试一有 让你来试试 我從中为到赴 不让你把飞 谁把谁包围 凭尽你 暗留在涌动 团几分流 谁被谁淹没 任你百般刁难 任你千般变幻 总有路途艰险 总有诱惑背叛 不去的灵魂 绝不轻言其内 任你百般刁难 任你千般变幻 总有路途艰险 总有诱惑背叛 我只为阳光下 自由的梦 硝烟 成而逐渐 容不下些许背叛 寂静的夜色里 此故的寒风中 撕碎潜伏的违背 狼狂 把雾里淘尽 看见那金色的梦想 平静的夕阳里 无边的云霄中 会看天火 那坚强的脸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